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攻击人之前 他会有警告 就是身体会摆出一种S型 并抬头发出嘶嘶的声音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就有可能被咬 第三名 非洲毛蚁 它属于攻击型食肉动物 如果人类不小心踩到一只 其他的蚂蚁就会群起而攻之 据说被它们咬了会感到很痛 而且不易驱赶 曾有人由于这些蚂蚁而窒息身亡 第二名 蚊子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每年会有大约50万人死于瘧疾 这种由蚊子定要造成的疾病 除此之外 蚊子也会传播像黄热病 灯壳热和脑炎这样的疾病 第一名 人类 人类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互相残杀 会因为国土受到威胁而发动战争 会因为心态肮脏扭曲而蓄意谋杀 总之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利用矛 弓 箭 锤子 枪 炸弹 刀 和其他各种武器去制造惨案 人类每天披着光线的外表忙忙碌碌 但是却时常伤害彼此以及其他生物 这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但主要的还是利益纷争 然而有人类在 纷争就不会断 因为这是弱种强食 优神劣汰的自然法则 所以只有当人类有一天创造出新的自然法则的时候 才会一切归于太平